南投县政府今天上午举办110年度家长会长当选证书颁发典礼 及校长家长会长做谈会 由县长联明珍亲自主持 并颁发当选证书 期盼在校方与家长会的合作下 能够让本县的教育发展得更好 县长在这边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当选的家长会长 他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好好的协助我们学校 协助校长 我们学校需要委员会帮忙的 能够尽全力的来协助学校 让我们学校的教育学准能够提升 那我想我们协会 集合各学校的会长的一个资源 我们在去年也颁发了 147位的清函奖学金 那今年度我们还会持续积极来颁发这些奖学金 我想超专引运也希望能够 为了我们的这个南投的孩子 尽一点点的心力 县原来县学相当感谢家长会长的用心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关注教育 是本县教育蓬勃发展 县学长期关注我们的教育 也支持我们的教育 我想教育就是一带接一带 一棒接一棒 让我们的教育能够更扎根 我们的孩童能够更有信心 未来的教育能够更成功 所以县学带着感恩的心 祝福的心 也谢谢这些家长会长 能够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时间就出时间 关注我们的教育 让我们的教育能够更蓬勃发展 我们也很乐见于说 家长们很投入学校的教育 他们给学校许多的捐助跟赞助 那这些的话 也让学校在办学时候 能够享有更多的资源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在大家各界的关心之下 南投县的教育 明年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县议员张家泽 蔡萌娥 感谢县府及家长会长 对于教育的重视 有你们的协助才能让本县教育持续进步 未来也希望各企业一同重视 让本县教育环境更加提升 而今天很高兴 由我们南投县政府举办 今年度家长会长的 当选证书的授证 也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 重视所有的学校 那也感谢这些会长 平常为我们教育环境的努力 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 共同来关心我们 南投县的教育环境 再一次恭喜我们 所有当选的家长会长 那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家长会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老师 在这一次孟儿的建议之下 我们营养午餐从38块提升到45块 一起来监督 一起来为我们孩子的营养午餐 努力 让他们能够吃到 好吃又营养的营养午餐 学子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翁 在成长的阶段 教育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议员们也表示 感谢县府及家长会长 对于学子的重视 期盼未来大家一起来关心本线教育 使本线教育发展更加提升 记者是我们的南投台方报道